第217集 过了两久 尹秋才提着石河出来 虽然衣衫整齐 但那小脸上的红蕴却告诉小六子 这事情已经是铁板钉钉了 尹秋递了一钉银子给小六子 轻飘飘地交代道 这件事 你只当不知道就可 否则 我也帮不了你 小六子看着那钉银子 再想想自己的前程 终于还是点头 小的知道了 必不敢乱说话 事已至此 他自然是不敢说出去的 躲过今日是今日 往后即便被人发现了 他也可以推个一干二净 只要不是在自己手里发生的 改名 他就去换个差事做做 远离是非 尹秋对小六子的表现十分满意 小六子 你帮了我大忙 台日若有机会 必当后报 只要你 一直都这么懂事就好 小六子也不是个傻的 自然明白尹秋的意思 如今她是新宠 她也不能服了她的意 只陪笑着道 是 小六子明白 觉得那姐姐想服的时候 能给点汤喝喝 我就心满意足了 尹秋点点头 没说什么 披着石盒 像个没事人一样的 离开了书房 这件事自然不能那么快 就让人知道了 因为毕竟才是第一次 白氏族的心意不明 也没说要给自己一个名分 她必要想法子 笼络住白氏族的心 让她对自己 多几分怜惜和宠爱之后 才能够曝光 而现在 若是被牧师和路士知道了 他们二人一联手 自己的命 恐怕都保不住 要抓住白氏族的心 那就谁都不敢动她了 她就可以正大光明地 做姨娘 看了一眼 自己的肚子 最好能够尽快有孕 那就可以有恃无恐了 老太太看在 白家骨肉的饭上 也定然会保住她的性命 多一份保障 就多一份胜算 如今她不再是路士的大丫头 而将是侯府的姨娘 一连几日 银秋都一如往常一般地 去送补品 可是却每一次 都会进书房里 却并没有继续和白氏族温存 而只是含羞待怯地 陪着说一些话 白氏族有意要和她亲密 也会被她岔开话题 只和她说一些不关风月的事 白氏族时随之位之后 自然心仰难耐 可她到底自诩为谦谦君子 不愿意真的抛开斯文 将话说得太过直白 可一次两次之后 白氏族才发现 银秋似乎是故意不让自己亲近的 心中有一些灼挠 你到底是怎么了 为何一直故意避开我 银秋被这么一问 却突然红了眼睛 眼泪说流就流了出来 长长的睫毛上都沾了泪珠 却又不开口说话 白氏族可是最见不得女子 在她面前流泪的 这下就慌了 赶紧过来安慰 别哭啊 火不过这么一问 你哭什么呢 银秋用帕子揉揉眼睛 侯爷 不是奴婢要避开你 而是 而是不得已 上次一世情难自禁 才会和侯爷 可是 到底知道自己高攀不起侯爷 奴婢身份低贱 哪看伺候侯爷呢 说的什么话 你身份如何低贱 我看上的是你的人 又不是你的身份 你在以这些做什么 白氏族说得言辞恳切 又陪着小金 帮银秋抹眼泪 银秋却推开她 娇撑着道 侯爷惯和哄人的 我这样笔漏的人 有什么值得侯爷喜欢的 白氏族又将她摟入怀里 温言软语地劝她 说什么傻话 我若不喜欢你 如何肯天天陪你说话 哄你高兴呢 可你倒好 除了第一回 再不愿意对我露出半分情意来 可见 女子也是凉薄 银秋破涕微笑 却又忍不住红了眼睛 挨声叹气起来 白氏族见她如此 以为又有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紧张地问道 你老是叹气做什么 是不是 续上什么难事了 我只是 怕以后没有机会再伺候侯爷了 心里伤心罢了 这又是为什么 难道 谁还拦着你不成 是不是陆氏 不许你再来了 侯爷就别问了 这都是命 我们做奴婢的 哪能忤逆自己的主子 宁就全当 这是一场露水姻缘 奴婢是心甘情愿的 侯爷 也不必为此烦心 乃氏族听她心灰意冷的话 便肯定了 是陆氏为难她 敢忙道 你不必怕她 如今她也就是个姨娘 还能管到我的 是不成 明天 我就去要了你过来伺候 往后也不必回宁乡院了 恐怕 恐怕等不到明天了 再过几日 姨娘便要将奴婢 嫁给罗管家了 如今罗管家的聘礼和彩礼 都准备好了 奴婢 奴婢不愿意为身于罗管家 自当带着属于侯爷的身子 投紧趋了 倒也算去了真结 哪个允许她把你配给罗管家的 这事没有我同意 她敢娶吗 真是个混账东西 到底一个个眼里 还有没有我这个侯爷了 白氏族气得脸红脖子粗的 自己的女人竟然要被配给她的奴才 真的是划天下之大击 陆氏也真敢做 这分明就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吗 因就委屈地红了眼 又落起泪来 侯爷 您就不必心疼怒婢了 一切都是命 半点不由人 我若没有和侯爷 那嫁了也是嫁了 输子的命令 自是不敢不听的 可是 可是如今我已经是侯爷的人了 如何还能嫁给别人 只能为了守洁 自我了结算了 白氏族一把把她抱着 故作严厉地训斥道 你也知道 输今是我的人 还敢说什么自我了结的话 你的身子是我的 命也是我的 我不许 你既不准死 更不准嫁给旁人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陆氏若逼迫你 自由我去说话 银秋听了心里一喜 却没有表露分毫 反而害怕道 侯爷万万不可呀 他到底是我主子 我一个做丫头的 怎敢说被主子强迫呢 他也是希望借由奴婢 来讨好罗管家 让罗管家帮他说说好话罢了 都市好大的心思 竟然想收买我身边的人 真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为了争宠 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罗管家比我还大那么多岁 做你的父亲 绰绰有余 他也真敢动心思 侯爷不必再说了 反正奴婢是不会嫁给他的 但又不敢违背主子的命令 只能一死一报 希望侯爷 也不要应证奴婢和姨娘身份了 就由着奴婢死吧 呸呸呸 好端端的 怎么总把死字挂在嘴边 你这丫头 不许再浑说了 别说了 要你在身边伺候 你还敢违抗不成 我两边都不敢违抗 岂不是逼得我左右为难 我的命真苦 我心里是极愿一次 吼侯爷的 可是 却不敢 也不能了 罗管家是您最得意的奴才 侯爷想必 也不会舍了他而选择我 姨娘更是陪伴了您 十年诊鞭人 就算夫人也要避其锋芒 我算什么东西 白世祖看他怎么劝都不能释怀 心里着急 便直接道 你到底如何才肯听我的 我如何不听侯爷的了 若是不听 当日怎么会 怎么会以身相许 奴婢虽然是下人 但也懂得礼仪廉耻 若不是真心欢喜侯爷 必然不会如此不要脸面的 奴婢可是干干净净地 身子给了侯爷的 这还不足以说明吗 侯爷 也莫要因此看清了我 否则 否则我这一颗心 真要碎成坟墨了 说着银秋又要哭 这一席话听得白世祖 心里一阵感动 对银秋又更加看重起来 你放心 我怎么会看清你呢 到底也是我没考虑周全 没给你个名分 就要了你的身子 你放心 我晚上就去和老太太说一声 叫你收房 不过 你要先受些委屈 大概只能做个通房 等过些日子 我再寻个油桶 抬你做姨娘 可好 银秋总算是心满意足了 可是却不敢露出欣喜的表情 只是有一些惶恐的 这如何使得 奴婢只是个伺候人的剑臂罢了 能留在侯爷身边 当个铺上蝶背的丫头 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如何还敢肖想 姨娘的位置 白氏祖故意白了他一眼 又笑道 我说你可以 就可以 我欢喜你 上你做姨娘 有什么不可以 大护人家台丫头 做姨娘的多了去了 你过去尽心尽力的伺候陆氏 他却要逼你嫁给罗管家 可见这样的主子 也是不仁义的 你不必顾及他的感受 尹秋见他连自己的心里话 都说了出来 也真有一些感动 自己苦苦期盼了多年的人 终于是愿意眷顾他 过去这些温柔和情话 都是属于陆氏一个人的 如今也能够分给自己了 幸福来得太过突然 尹秋几乎是喜极而泣 白氏祖却以为他又伤心了 赶紧拍着他的背哄道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委屈了 莫哭莫哭 将来我必定好好待你 尹秋边流泪边摇头 半赏才道 奴婢真是高兴的 能得侯爷如此眷顾 真的像做梦一样 我好怕真的是个梦 然后行了 侯爷还是高高在上的侯爷 尹秋却还是那个 只能默默看着侯爷背影的奴才 白氏祖听了 只觉得鼻子也酸溜溜的 他还是第一次在女子眼里 看到如此真实而浓烈的情意 他如今才算知道 尹秋对自己的感情 竟然不是一日两日了 那种震撼和感动 是难以形容的 他捧起尹秋的脸 真诚道 我过去不知道 你竟然对我情意深重 说早些知道 也不会让你受这么多苦了 书今知道了 定要好好地补偿你 从此以后 你就是我的人 谁也不敢说 你没资格做我的戒 尹秋含着泪点头 扑在了白氏祖的怀里 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这的确是真情流露 他对白氏祖是有真感情的 比着陆氏和牧氏 都要亲厚得多 白氏祖柔声哄着他 心里却美滋滋的 他第一次被女子 这样毫无保留地爱慕着 有了尹秋的对比 他才明白 陆氏和牧氏对自己的感情 到底还是不够深 不够纯 心下对尹秋 自然有多了一些怜惜 两人互诉了一会儿情意 尹秋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走出书房的时候 小六子一脸谄媚地笑道 尹秋姐姐 是不是小的要改口喊姨娘了 尹秋白了她一眼 莫要剁嘴剁舌的 事情没明朗之前 你还是装聋作哑比较好 否则啊 夫人和陆姨娘两个 就够你喝一壶的 小的明白 这不是没外人吗 我心里为你高兴 就剁了句嘴 只盼着你将来 飞黄腾达了 能多照顾着我小六子一点 你还需要我照顾吗 夫人给你的好处 还不够你花销的 林秋姬讽地笑了笑 小六子可是个极为奸华之人 这一次若不是怕 她的事连累到自己 一定早就出卖了她 小六子舔着脸笑道 好姐姐 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这一回也算是 将宣家性命交给您了 夫人知道此事之后 若你不保我 小六子的性命也就完了 你可千万疼疼疵疵我 嘴 你个皮猴 放心 若真到了那个地步 我还能不保你 有您这句话 小六子就是赴汤蹈火 别在所不辞了 林秋笑盈盈地离开了书房 小六子的脸色 却变成了嘲讽 低声骂道 哼 什么玩意儿 真以为自己是金枝玉叶 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我呸 还不就是个下降玩意儿 罗管家要知道 估计得吐血 没过几日 白氏祖就将银丘公开收了房 虽然民意上还是通房丫头 却给了独立的院子住 还剥了好几个丫头婆子 去伺候她 比陆氏现在的待遇还要好 府中上下都知道 银丘姑娘甚宠至极 连自己原来的主子都不如她了 陆氏气得险些晕过去 但哪里知道 银丘竟然存了这样的心思 背着自己 竟然爬上了白氏祖的床 还坐得神不知鬼不觉 看着白氏祖对她的态度 就知道银丘有多受宠了 杜嬷嬷肠子都毁清了 银丘私下里这样做 定然是对陆氏和她存了怨气 从今往后不仅不会帮陆氏 恐怕还得为了争宠而害了陆氏 她早知道就不一时心软 纵容她 应该提前让陆氏有个提防 万一不行也该将人打发了 也好过现在让她成了敌神 陆氏气得脸色发青 咬着牙骂道 这个小贱蹄子 怎么能做出这样忘恩负义的事来 我给她安排好了亲事 罗管家可是个体面人 我要早点知道 非得活活打死她不可 哎呀 好了 夫人 不要再骂了 当心 隔墙有耳啊 我怕什么 她就算变成了金凤凰 也还是我的奴才 主子骂奴才还骂不得 见日 她一望想跟我平起平坐 我呸 早晚我得打杀了她 陆氏越骂越气 越气越骂 什么难听的话都往外冒了 暖冬和杜嬷嬷劝也劝不住 听着又觉得不堪入耳 只好搭拉着耳朵 全当听不见了 可是陆氏一个人骂得没劲了 竟然还要拉着杜嬷嬷和暖冬一起骂 暖冬和杜嬷嬷又尴尬又不知所措 硬是逼着自己陪着骂了几句 但是陆氏又嫌他们骂得不够狠 愤战道 不行 我要去找她算账 杜嬷嬷给我换身衣服 再把我刚刚买来的首饰头面统统拿出来 我要收拾的厂量一点再去见她 我要让她看看 一个下界丫头 永远也别想约个主子去 哎呀 夫人 您何必跟一个丫头一般见识呢 反而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她如今呢 也就是个通房丫头 说穿了还是个下人 只不过是能爬床的下人 二十二伙子